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演唱完《安卡納》 其實是第一次開始祈禱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反應 我就覺得好像很擔心 但是不知道祈禱之後 慢慢地去到什麼狀態 一個人都不知是故意投入了狀態 然後看那些人不停跳舞 那些人真的很開放 我就跟自己說 Lubin一定要集中 看到她這麼投入 你一定要集中 因為你想經歷神 我一定要集中精神 才可以經歷神 其實最大反應的就是Mandy 因為Mandy到我旁邊 真的不停流眼淚 我覺得很厲害 Mandy怎麼可以這樣不停流眼淚 然後我跟著Mandy Mandy她旁邊 Mandy就拉著我的手 這樣祈禱 但是我開頭的時候 也沒有反應 後來後來不停 祈禱一下 然後她拉著我 然後我的手不停地動 當時我便開始有反應 我覺得 什麼事 為何要這麼有力量 然後Mandy越喊的時候 她越喊得大聲的時候 變得我 心開始開始開放了 然後我自己 不知為何 開始哭了 但是越喊 我自己也哭得很厲害 然後到我旁邊 我記得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到旁邊 有人不停地笑 然後我哭了 然後我一會兒要笑 一會兒要哭 一會兒要笑 一會兒要笑 我覺得很厲害 當時 耶穌上面的時候 給我祈禱 就是 那個牧師 可能幫Mandy祈禱 按著手 到他那裡 但好像應該沒有到我的手 但我不知道為何我感應到 可能我們兩個拉著手 所以他跌的時候 跟著我也跌 對 我覺得 我覺得那天 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哭得出來很舒服 而且 對神方面 都是盡受信心 而且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應該是跟從他 不是 走人的路 因為我覺得 怎樣說 因為 因為 好像 人會以為了 很精彩 想很精彩 或者很多錢 或者買房子 買車 其實我覺得 我不是預期這些事情 我覺得 平平凡凡的 生活已經很滿足 我好像有我的父母 希望我 Lubin一定要讀書 一定要很成功 很成功 對 我覺得 有時候 我的父母給我太大壓力 或者 Lubin一定要做工 或者 支持你自己 所以我現在做工 我就讀書 其實我覺得 也有壓力 但 當我回到神的面前 我來到教堂的時候 我覺得 一個人輕鬆很多 我就覺得 對 我覺得 是 很感謝神 好